高雄内门是火鹤的重要产地 那么为了替火鹤找到新的出路 农粮署还有高雄市的农业局 现在就共同推出了 用火鹤来取代拜拜用的香 还将七种不同颜色的火鹤赋予花语 像是事业 健康 发财等等 民众想要求什么 就拿什么颜色的火鹤来拜拜 农历9月19 观世音菩萨诞辰 内门南海子竹寺里 涌入大批信众来祝寿 仔细看信徒手中拿的不是香 而是一支支的火鹤 却像往常一样祭拜 行礼如遗 最后也像擦香一样 把花擦在神桌的花瓶里 神明面前顿时变成一片五颜六色的花海 非常美丽 绿色的就是说 求健康 求中生 我们出场就涵盖了所有 信徒想要求的所有的事情 用火鹤取代香 这是农粮署和高雄市农业局 一起想出来的点子 找了七种颜色的火鹤赋予不同的花语 民众想求什么就拿什么颜色的火鹤来拜 它的意义不是在说提升农业的产业而已 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整个台湾的那个环境的永续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活动才刚推广就获得不少民众认同 还有人一口气拿了七种不同颜色的火鹤花一起拜 这有那个好的意义就是那个名好 好就是好嘛 大家家的七菜和公菜 不只名字取得好 火鹤的外形也还真的挺香香的 花蕊的部分就像竹蕊一样绽放光明 手持香花祈福既美丽又环保 如果能推广到全国庙宇 渴望为台湾的宗教文化注入一股情香 民事新闻邓三田高雄时报道